聽過了解這篇文竹萊水公司的開玩宿舍 和辦公帳宿舍占在總共2,800多邊航空車 10天前沒有輸用以後 目前竹萊水公司都需要編列第幾歲 請到府上將近10萬的維修費用 沒有地方立場一直去台可以活化再利用 同時李維丹天輝為了這次人民會館及其所感動 要求國營屬業一定要加速活化 特別在鐵路定化一後就是最好的氣質 這裡如果能夠透過立委的協助關心 那能夠做無償的認養 那我們先把這一塊的環境做一個整理 那我想這是一個 我剛才講的是一個好的起步 那做一個改善 然後可不可以借這樣子的話 其他兩個地方能夠獲得自在水公司的一個首肯 盡快的 不管他是要做辦公大樓 或者是說招商 有一些這個廠商能夠進駐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契機 在水公司這周邊他們有很多的土地 可是到目前為止他們在招商的狀況都不佳 那原因就是因為大家會認為在我們北區的東線這裡 好像人口一直老化 但是他現在的契機就是在於鐵路地下化之後 鐵路地下化之後 鐵路地下化之後再變成是黃金地段 因為所有的一個銜接點就會變成是門面都出來了 所以到目前為止 其實自在水公司大概每年都花在這個 所謂的維護費用都花費了很多 所以為什麼我會想說 如果他沒有用到 其實有些空地應該就是優先先讓地方來使用 然後解決地方這種擁擠的狀況 那未來如果要使用鐵路地下化完之後 他被使用率一定會增高 他要招商一定會有比較有機會 對處自來水公司第六區管理處邊是 其實目前在北區煙空有部分的空地已經磨化成功 對立卡班公司的家因為這地比較大 相對最最困難 我們這邊已經在規劃在活化了 就是比如說賣場 或是這邊有人要有些在詢問的 他們做賣場 後續還有更長遠的 可能會往核建方向 因為這邊會變成一些精華區 那是比較長遠的 如果中短期的話包括停車場也可以 要那個收位停車場 對 在南鐵路地下化以後 當地露基爾拆讀 整個環境和景觀中完全不一樣 也在台中是這批建華區 正是衝衝進主開發的最好時期 我們的新聞關於您跟蔡宏博德 跟蔡宏博勤 任二人捷運輸出